寒流完全不受疫情影响 继续发光发热 好我们接下来看是东北亚 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日本的艺术超越地界各种繁离 全球今年发烧 全球第一个把电灯和纸灯笼结合的是 日裔美籍的雕塑大师野口友 虽然他过世了 但英国展出多个手工跟纸灯笼的作品 还有英国的皇家植物园现在办日本节 知名的当代艺术家 在台湾刚刚结束展期的盐田千春也展出 而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 现在出现了全新改建的村上春树图书馆 选定今天开馆 从中英日文版本的小说 到本人的亲笔手稿 偷偷收藏在村上春树的母校 早稻田大学校园内 这栋全新改建的村上春树图书馆里 共五层楼再加上地下一层的空间 光是村上春树本人 就贡献超过一万件的文献资料 除了能自由阅览所有的相关书籍 还能一窥原貌重现的村上春树书房 这是由日本知名建筑师威延吴 将校内的文学馆重新改建 12亿日元的费用则由同为校友 且与村上春树同届的UNIQLO创办人 刘景正全额捐赠 除了丰富的藏书外 里头还有一间小型录音室 以及爵士咖啡厅 让访客可以一边听着live音乐演奏 一边喝着村上春树最爱的深陪咖啡 但为了避免疫情恶化 官方暂时只接受预约 目前十月底之前都已额满 日本名声远播海外的重量级艺术家 可不只局限文学领域 今年才在台湾举办各展 以大量红线作为招牌的盐田千春 他的最新作品出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里 靠近一看 就画了六天悬挂 千丝万缕的红线里头 还掺杂了够五千张 写着日本古典短式的白纸 也就是由十七英组成的牌具 盐田千春认为 由于牌具原本就在描述大自然和季节 因此和园艺结合最适合不过 为了不被英国的坏天气影响 由秋元主办的这场日本节 选在自家最大的温室里展出 除了知名的装置艺术 还布置一块禅意十足的现代日本庭园 另外也少不了花朵增填色彩 展出了共三千株 六个不同品种的日本国花菊花 同时间在伦敦登场的 还有已故现代雕塑大师野口勇 收场在英国的大型展览 一眼望去几乎处处都是这种 由日本盒子和竹子手工制作的灯笼 而这也是他最为人称道 且最普及全球的作品之一 点亮家家户户并增进民众的生活 这些世界企业大师 一再印证艺术的影响力与魅力 QB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